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阅文集团联合出品改编自七点中文网的大凤大羹人 作者卖爆小狼军 演播头头冤大冰丸子小桃红等等等等 好多主播 后期制作小太阳 欢迎您的订阅 第518集 他来了 卢牙剑格格的人也来了 哎 蝴蝶剑蓝彩衣好漂亮啊 名不虚传啊 阁主蓝环现在是什么修为 我记得去年传闻他突破成为四品舞者 啊 我看到万化楼的容容姑娘了 嘿嘿 果然是个勾人的小妖精 那几个和尚不是青龙寺的 随着决战的时间临近 越来越多的江湖门派高手抵达 他们与伞修不同 是有地盘有名号的大人物 卢牙剑格的阁主 蓝环挑了一个事业开阔的好位置 而后侧头 审视着不远处的双刀门门主抱拳 都说双刀门门主修为深不可测 今日一见 名不虚传 平平无奇的开场白 皮肤有黑 不够言笑的双刀门门主随之看过来 蓝阁主过誉了 我不如你 他还没到四品 什么 双刀门的门主不如颅牙剑格的阁主 周遭的江湖人士眼睛一亮 为吃到一个大瓜而振奋 将来与亲朋好友吹嘘时 就可以用这个机密来博眼球 长相甜美气质活泼的蝴蝶剑蓝彩衣 看向了小麦皮肤的双刀门女侠柳云 双方目光一触 蓝彩衣骄傲的挺起了胸脯 柳云则眯了眯眼 不懈的撇开视线 蓝环继续说道 门主 天人两宗比斗 你觉得哪一方胜算更大 天人两宗斗了数千年 互有胜负 咱们不去智慧谁高谁低 不过褚元枕和李妙珍而认 我觉得褚元枕胜算更高 双刀门门主开口 为何 蓝环笑着反问 蓝环枕在六年前 便被魏冤誉为京城第一剑客 而那时 李妙珍尚未成年 单凭这份底蕴 就已胜过李妙珍 蓝环却有不同的看法 你有所不知 那褚元枕是人宗济明弟子 走的是武夫体系 修的是人宗剑道 路子出了问题 而李妙珍是根正苗红的天宗圣女 竟还有这些内幕 吃瓜群众们听得是津津有味 突然 有京城百姓高声问道 这两人比我们许烟罗如何 蓝环文言一笑置之 没有回答 双刀门门主耻笑一声 你们俩皮肤 这算什么意思 京城百姓不高兴了 蝴蝶剑蓝彩衣环顾众人 催生说道 徐阴罗虽是天宗之才 自治堪比镇北王 但他只是七品武者 而人宗弟子楚渊枕和天宗圣女李妙珍 前者在多年前就能与四品的金罗斗得难解难分 虽然落败 可这么多年过去 实力恐怕不输四品 李妙珍赶来京城下战书 自然也是四品 京城百姓不懂修行 但简单的品级划分还是懂的 原来他们心中的大凤英雄许银罗只是七品武者 天人之争里的两位主角却是四品 你放屁 你敢诋毁许银罗 大伙丢失都咋他 笑娘皮长得俊俏 嘴巴却恶臭得很 平民百姓非常失望 继而涌起怒火 迁怒到蝴蝶剑蓝彩衣身上 呸 狗奴才明明六品了 表表脆道 他心里有些不开心 在临安的认识里 自家的狗奴才才是大英雄 在云州独挡数千叛军 在观星楼前历措佛门罗汉 这是大人物才能做出的事情 他始终觉得狗奴才是最优秀的 但现在被人拿出来比对 拿出来分析 冷不丁地发现狗奴才的品级才七品 这种巨大的落差感让他很不舒服 在大风京城 年纪轻轻 且有四品修为的 不超过五指之数 一位裹着黑袍的江湖客陈生说道 嗯 许阴罗必定能成为四品舞者 但现在的他还太年轻 与楚元枕和李妙珍相差很大 又有江湖人士补充 砰的一声 一块石头砸过来 在无形气罩上粉碎 那名江湖人士勃然大怒 却又不敢发作 这里是京城地界 周遭都是大官显贵和官府高手 他要是敢动手伤害平民 必定招来官府强者的阎城 胡说八道 许阴罗一刀破金身 那是何等威风 怎么可能只有七品 就是 那什么楚元枕这么厉害 他怎么不去斗坊 不去破小和尚的金身 我看京城年轻高手里 只有许阴罗最厉害 你们这一匹夫 就是看不得许阴罗疯狂 骂声四起 平民百姓反响 激烈义愤填膺 可骂着骂着 见没有江湖人士 为许阴罗说话 连官府的人 以及打更人都不说话 他们渐渐的相信了这个事实 心里涌起巨大的失望 就在这时 呼啸的风声 从头顶传来 一道人影 踏剑飞行 宁于渭水河上空 此人一席轻衣 面容轻俊 年岁不大 但也不小 额头垂下一缕白发 诉说着她的沧桑 楚元枕 下方人群里响起惊喜的叫声 话音方落 有一道呼啸声响起 远处踏着飞溅的女子急速而来 在楚元枕对面停下 田宗圣女穿着朴素的道袍 乌木道三树发 瓜子脸白皙尖巧 谋如点漆 嘴唇鲜薄 正如传闻所言 是个让人眼前一亮的美人 见到这个一幕 前一刻还恼火的京城百姓突然失声了 欲见飞行 凌空而立 这可是只存在于画本和说书人口中的神仙人物 这么一对比的话 经常骑马出行的许音罗 确实是排面不够哈 今日一战 倾力而为 李妙珍凝视着对面的青山剑客 好 楚元枕点头 道手之间的对决是道手们的事 现在的天人之争是他们两人的事 楚元枕知道 骆宇恒如果无法突破一品 天人之争凶多吉少 此战 他若避而不战 人宗照样会派其他弟子出战 与其输给李妙珍丢人宗颜面 还不如他来 至少能赢下三招先机 也算是还了人宗的受剑之恩 所有人退出实账 楚元枕大贺 卫水两岸 围观者是哗啦啦的退开 天人之争 一触即发 无数双眼睛盯着半空中的两人 既紧张又兴奋 突然 悠扬的琴声响起极具穿透力 回荡在卫水上空 回荡在晨光微息的田野间 知道琴声如此的不协调 以至于打乱了楚元枕和李妙珍的节奏 让两人攀升的气势为之一泄 楚元枕看见李妙珍脸色突然僵硬 忍不住回头看去 然而楚元枕脸色也跟着僵住了 围观群众循着琴声看去 只见远处飘来乌鹏船 船头傲立一位挺拔的年轻男子 拄着刀 目光遥望波澜起伏的河面 神色眷勇 他来了 在专属的BGM里 缓缓而来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讲故事 谢谢 感谢您的收听 感谢您的收听